OK,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叫做三和弦 如果你会三和弦的话 你就可以帮你自己弹的作品做一些很简单的伴奏哦 好,那什么是三和弦呢? 顾名思义它是有三个音组成的 那最简单的记法就是由一三五三个音 不管你在哪一个音开始 比方说我们从发这个音开始 做一个三和弦,第一个音 然后第二,第三个音 好,它刚好就是一三五 所以啊,你看如果我要请你从 拉这个音做一个三和弦一样哦 第一个音,第三个音跟第五个音 就是它的三和弦 好,所以如果从都开始的话 都,米,收 所以如果是收的话 就是收,西,瑞 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三和弦的组成 那三和弦的三个音呢 它也有它个别的名字哦 首先啊,最下面的这个呢 最下面这个它叫做根音 根音 因为这个啊,会决定它的级数 所以啊,这个叫根音 所以啊,这个叫根音 那中间这个呢,它就叫做三音 上面这个啊,就叫做五音 很好记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好,所以你看这个和弦 拉,豆,米 它的根音就是 拉 那三音的位置 那三音的位置 正常就是 豆咯 那米就是它的五音 非常的简单吧 三和弦的最基本的认识 你已经知道咯 好,那我们要再往下一个阶段来看咯 好,关于三和弦呢 它还有一些分类哦 那三和弦呢 我们可以先很基础的 简单的把它分成大三和弦 然后还有小三和弦 大三和弦跟小三和弦 它还有真三跟减三 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那大三和弦呢 它的组成啊 它是由一个大三度 加上一个完全五度 这就要跟你的音程来做一个复习咯 那小三和弦呢 它是一个小三度 也一样加上一个完全五度 好,那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 大三度是谁跟谁大三度啊 哦,原来它大三度的关系啊 是它的根音 跟它的三音要构成一个大三度的关系 所以啊,小三度呢 小三和弦的小三度也是 根音跟三音要构成一个小三度 那完全五度呢 当然就是根音跟五音的关系 根音跟五音的关系 也就是说 大三和弦跟小三和弦啊 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第三个音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好,首先呢 这个是法拉多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一个拉多咪 好,我要请你判别这两个三和弦是大三还是小三 那首先,你还记得吗 根音在 是的,根音在这个地方 这是根音 然后呢,中间这个是三音 上面这个是五音 好,那你看哦 完全五度 法拉多 法收拉西多 完全五度 所以我们不管它 关键点在三音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法拉 法拉它到底是几度啊 法拉 法收拉 它经过了一二三四 它经历过了四个半音 所以它是大三度 那既然呢 它是大三度 也就是说我们的法拉多 它就是一个大三和弦 很好 如果你忘记大三度怎么分的话 要赶快再去复习一下音程哦 要算一下它的半音的关系 你就知道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拉多咪呢 一样我们先复习一下 跟音的位置 三音的位置 五音的位置 好,关键在于 它这个地方对不对 好 拉多 拉西多 对 它是小三和弦 因为啊 它拉多啊 是小三度 所以啊 拉多咪就是小三和弦 那这是从五线谱上这样子来看 我们用耳朵来听听看 大三和弦跟小三和弦的感觉吧 它们会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哦 你就可以听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听看大三和弦的感觉哦 你听听听看大三和弦 所以大三和弦 好 我们来听听听听看小三和弦的感觉哦 小三度的位置 所以小三和弦 大三和弦跟小三和弦听起来是不是很不一样啊 好 那如果啊 我们今天啊 我同样的 我们是用法拉多 我们来做一个小三和弦的话呢 所以你是不是只要把法跟拉变成小三就好 对 你已经想到了 那我们就把拉降下来就好了 那这个大三就会变成是小三度的关系 那这就会变成小三和弦 那同样的 如果啊 我要请你把拉多 本来是小三和弦 我要请你把它做成大三和弦的话呢 怎么办 你要把拉多变成大三度 是的 我们就把多伸上去 就会变成大三和弦哦 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样的感觉哦 好 我们听听看法拉多大三和弦哦 好 那我们听听看法拉多小三和弦哦 好 我们来听听看拉多咪大三和弦的感觉 我们听听看拉多咪小三和弦的感觉 好 是不是很不一样啊 最后啊 我想要请你用听的 你听听看你能不能够分辨出大三和弦还是小三和弦哦 好 我们先听第一题 注意听啰 这是大三和弦还是小三和弦呢 赶快记录一下哦 第二题你再听听看哦 这是大三和弦还是小三和弦呢 好我们再来听听看第三题哦 ok 这三题你来分辨一下用耳朵听听看的结果是什么呢 好 我们来谜底揭晓哦 第一题 你应该有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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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的感觉 所以啊 这个啊 这个啊 是大三和弦哦 你答对了吗 第二题呢 米苏西 好 它的米苏呢 它是小三度 所以米苏西 它是小三和弦 你答对了吗 最后一题 瑞法拉 那瑞法呢 它也是小三的感觉 所以瑞法拉 它是小三的和弦哦 这样子你会区分大三和弦跟小三和弦了吗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哦